这一次台风呢 居然还在持续壮大当中 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了 因为他从这个东部的海面之冲上 接下来就会进入转向的关键期 登陆地点刚刚又萱有提醒 就是宜兰跟花东的交界 也不坏乎 刚刚苏花公路承德这个管制站就说 接下来要进行关闭 都是为了做好房台的准备 但是呢又萱刚刚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北部地区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 那不晓得大家做好房台准备了吗 才买好物资了没 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互动告诉我 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超市的货家货员 还是否充足我们来关注这民生的讯息 我倒是要请教又萱哦 你采买好了吗 会不会跟我一样忙着上班呢 其实我今天早上是有上班的 所以其实我还没有去做采买 但是因为我是住在家里面 所以通常采买还是由爸爸妈妈在负责的 我就是负责吃而已 但是我想应该是父母 他们应该会今天会去全联 或者是说大卖场会先做采买吧 但是通常应该今天晚上我拆大卖场 应该就会人挤人了 因为其实今天过后明后天就会 大家都知道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应该今天大卖场 就会陆续涌进人潮吧 好了所以又先再提醒大家知道吗 趁着今天晚上风雨还不是相对的明显 大家可以低早做好这个房台的准备 而且其实台风过后预期菜价呢就会开始上扬 大家可以多买一些比较容易耐存放的夜菜类呢 先提早准备好了 不过像我刚刚去我们附近的便衣商店 这个生鲜的商品的货柜通通被一扫而空 看来我们 那你要怎么存放呢 像我这种 不管是地震台风下雨都要上班的话 应该就是把泡面准备好 管保就行了 好还是要为大家继续来关注 刚刚又先有特别提到说这一次这个开密台风 中海还在重大 威力特别强 那么影响台湾周三周四的这段期间 这个风雨的趋势会怎么样变化呢 又先 好谢谢新话 其实我们刚有说到礼拜三礼拜四 就会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 但是整个降雨的分布其实是有差别的 我们先来看到在明天的白天呢 当然就是因为它持续在这个东部的外海附近 而且陆续的接近台湾 所以呢最接近威胁最大的 先感受到凯米台风的威力 就是在宜兰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 同样还有北花莲以及台东地区 明天 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白天呢 就会感受到可能会有大雨及豪雨等级 但是我们刚有说到 因为凯米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其实是非常的壮大 而且它的暴风圈半径有可能最终是来到250公里 代表说它涵盖台湾的范围就非常广 所以呢它夹带的水汽 其实从明天白天对于中部以北也同样是会有影响 会来到大雨甚至豪雨等级 不过特别要留意的在各地的山区部分 因为各地山区其实从明天的下半天开始 就会感受到非常明显的降雨 而且会来到超大豪雨等级 大家可能想说超大豪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它其实是气象署所发布的降雨等级里面最高等级的 已经来到最高等级了 意思就是说24小时的降雨量可能来到了500毫米 这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有可能还会再持续的增加 而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明天的时候 中南部好像是不是感觉离台风还很远 但是呢因为它明天就算到东部地区 但是下半天开始它会陆续的更加靠近台湾 而且呢预估在登陆的时间 就是在明天傍晚的11点钟 有可能就会登陆在宜兰花莲地区 它登陆之后呢 就会受到地形的一些破坏结构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是呢它逐渐远离台湾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越来越靠近把整个外围环流给带进到西半部地区 所以其实明天的下半天到礼拜四的清晨这段期间 整个西半部都是要特别严防的范围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礼拜四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到时候又会吹西南风的关系 整个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在这个地方是有低压符合的效应 带来的雨势就会非常的惊人 而且呢目前预估在中南部的山区 可能降雨势会比北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还要再强烈的 尤其特别要提醒到 礼拜五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说凯米台风是不是就远离了 确实它会陆续的远离台湾 但是呢首先要先比较降雨会比较趋缓的则是在北东地区 反观是在中南部会扫到所谓的台风尾 因为呢其实礼拜四开始到礼拜五的时候 整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 就还是会有大雨以及豪雨的等级 所以在各地的山区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当然这几天是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海边呢 因为这山区呢可能会受到整个大雨的影响 土石容易松动 就会有这种落石摊坊的发生几率是会提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加的戒备 那么呢其实这几天的气象鼠认为累积的降雨也很惊人 我们来看到总共有四个地区的山区 降雨累积雨量有可能是会达到1800毫米 有哪几个地方呢包含南投县的山区 还有嘉义县山区高雄市以及屏东县 所以就如同我刚所说的 看起来呢这几个地方降雨非常大的 主要集中的就是在周南部的山区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北东好像从明天开始就会先感受到整个台风的威力 甚至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当然北东地区呢从明天开始整个雨势就会非常的明显 但是中南部也同样不能够掉以轻心 尤其这几天呢是属于这个年度大潮的状况 整个海水倒灌的情形容易让整个低洼区有出现积淹水的情形 所以再加上这个台风到来的强风好雨 千万是要做好防台准备了 好那么观众朋友刚刚我们线上小便已经提醒大家 现在海陆景齐发 不晓得您所在的位置是否已经有感受到风雨了呢 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回报 共同来关注凯米台风的动态了 而且同时呢我们线上很多网友像是这个Lukas说 他在三重好像有感受到这个台风风一阵一阵 开始出现阵风了 台湾人说明天会下大雨 那么威廉说感觉明天不会放 后天会放选他是正解 那么还有网友说能不能一口气放三天 刚好跟周休日连在一起就放五天 如果真的有这么美好那就太好了 不过老板可能就要伤脑筋了 不过继续要来请教佑璇哦 都说呢这个刮风下雨我们新闻也是不休息的 又要协助大家防灾来传播正确的这个台风资讯跟动态 那不晓得网友们您是否也是处于没有办法放台风价的一份子呢 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就来问又轩了 接下来呢刚刚你的预报当中特别提到 这个礼拜三下午过后 这雨是会很大很大非常大持续到礼拜四入夜 那么礼拜四到礼拜五呢 南部地区朋友要注意了 又有这个西南气流符合的关系 所以也会有好大雨发生的可能 那这样如果台风天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平行带月都要来上班的话 那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其实应该就是要带雨具以外 这是最基本的嘛 其实我觉得就是尽量必 还是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 还是要随时留意一下车况啦 因为常常我们会看到说 可能有招牌掉落 或是有树倒塌的情形 所以其实在行车上面要特别的注意 要比平时更加提高警觉 不过我大部分都是搭大众艺术 因为我不会开车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雨伞可能准备大支一点 因为其实这次的降雨 就算我们刚说在山区可能会有超大好雨嘛 那所以山区当然是你千万不要前往 但是其实就算在平地还是我有好雨等级 所以其实整个雨势可能会下来非常的明显 还有就是要穿着比较舒适的鞋子 因为如果整个降雨非常明显的话 到时候来公司的时候整个脚都泡 那个鞋子里面都泡水 话其实相当不舒 没错像我们主播就是经验老到永远桌子底下呢 会放着一双假脚拖适时替换 不过播新闻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是会穿好穿满啦 把高跟鞋穿上了 当然 没错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又宣刚刚提醒到一个很大的重点了 就是台风天风大雨大 有的时候呢上班族通勤过程当中 会碰到一些威胁路数倒塌招牌被摧弱 其实一般老公呢是有避让权的 而且县市政府呢也会按照这个防灾的需求来宣布停班停课 但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关乎台风的半径 还有雨量跟风力预测 这标准是什么呢 那么哪些地区 又宣目前你掌握到的资料 就是哪些地区是比较有机会 接下来会放台风假的 好其实大家都知道 每次我们都说放台风假最终 还是要由各县市政府来判定 但是他们的判定标准 其实就是有根据中央所订定的标准 最主要就是看风力还有雨量 而从风力来看呢 目前看起来明天最有可能就是在绿岛还有蓝雨 因为从明天的下午开始 就有可能会来到11到12级的强震风了 那么呢再加上整个西半部受到台湾海峡的地形效应 其实呢西半部从明天下午也要特别注意 不只是雨大风也会同样很明显 还有澎湖马祖呢 其实在明天都有可能会来到10到11级的强震风 而目前看起来要明天放台风假 如果是以风力的标准来看的话 绿岛蓝雨的机会是比较高一些的 不过呢如果是看到降雨方面的话 其实就是有分山区还有平地的降雨 山区的降雨在这一次呢会是非常的惊人 而如果是以台风假的标准来说的话 这个山区的降雨是要来到200毫米 而平地则是来到350毫米 而刚刚也帮大家统整了 其实如果是以各地的山区的标准来看的话 几乎很多县市都是达标有至少超过了10个县市 包含新北市 桃园市 还有新竹县 苗栗县 台中市 南投县 嘉义县 以及高雄市 宜兰 花莲这10个地区呢 都是有可能山区部分是达标的 也就是200毫米 但如果是平地的话呢 其实明天看起来呢 只有部分地区在东半部可能是会达标的 但是呢还是老话一句 最终还是要由各县市政府最终来做判定 到底明天是不是真的要放假 而包含其实在北北基桃的预估是在晚上的8点钟就会来做宣布 所以呢也要持续来看我们给你一个最新动态 好的谢谢佑萱刚刚帮我们统整哦 所以呢其实如果这暴风半径呢 在4小时之内可能会经过您所在的县市 还有这个风力来到风力7级 阵风10级 就达标可以放台风架 那么云量的预测呢 是一天之内累积山区200毫米平地350毫米 就是刚刚佑萱提醒的标准哦 不过这是中央的规定啦 最终的决策权呢 佑萱还是老话一句 要问地方首长8点钟见真章 稍待一会就会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明天哪些地方 有机会来放台风架了 我们谢谢佑萱这一节的气象解析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好那么继续我们大观众朋友来看到 由于气象鼠呢 说这一次几乎全台湾都笼罩在凯米台风的暴风半径当中 而我们特别提醒到这个侵蚀率高达9成9的 就是北北基陶宜兰区域了 而今天宜兰呢因为位于东部地区 对于台风威力的感受 比其他地区来得更早 很多民宿业者呢就把家具移到室内 像是一岁节还有童玩节 接下来呢都是暂时关闭的 大雨滂沱宛如用水桶倾倒视线完全看不清楚 机车骑士穿着雨衣还是全身湿透路面上溅起不少水花 雨霜快速摆动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根本来不及刮干 驾驶只能睁大眼睛放慢车速 海边风浪也不容小觑 凯米台风逼近台湾 高机率在东北部登陆 宜兰首当其冲 中午开始雨势风势逐渐增强 中台凯米目前的最新状况 那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宜兰的乌室港 中央气象署呢对外表示说 有可能台风就会在周三周四来登陆 雨势呢在稍早前是还蛮大的 因此呢当时呢海滩上还有不少人在观浪 也都被海巡人员早一步的来驱离 大雨一直下 民宿业者戴着草帽 穿着拖鞋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赶快把户外遮棚收起一手一张椅子 接力把桌椅通通搬到室内 甚至拿着履替把室外灯罩拆下 就怕风雨太大破裂造成危险 我们树枝比较茂密的都要先剪掉 然后户外的家具 我们能够搬进来的就尽量搬到室内 这样会比较活动 民宿业者庆幸刚好遇到平日 订房率没有很高 陆续有游客退房影响大约两到三层左右 其实暑假依然有不少活动 像是易岁节 缤纷的大型艺术装置 全都被大雨淋湿 因为台风到来 忍痛拆下装置 二次二十五两天活动取消 同万节也是相同 除了渔港船只防台 梅花湖也将船吊上岸 民众领沙包堆沙包 面对凯米来势汹汹一刻 都不能松懈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相对于宜兰已经感受到风雨 刚刚我们线上网友呢 这个N开头的网友说 目前中部无风无雨 而且今天比昨天还要来的热 这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同时呢大家也说 台风天要准备泡面跟水饺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人就说就等待八点钟 留言区到底是欢呼还是尖叫了 所以八点钟呢 各地方政府呢 基本上都会宣布 明天是否要上班上课了 而再来呢 今天入夜过后 在宜兰郊西温泉乡 似乎也弥漫着台风 来临前夕的紧张气氛 但是还是有不少店家呢 把握时间 做好房台的准备 但也有店家大叹 今天是盼不到客人了 现场最新情况交给韶安 好主播观众 马上我们继续要为您掌握到 来自台风的最新现场了 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宜兰的郊西 好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画面 先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整个宜兰这边 最热闹 郊西这里最热闹的一条商店街 其实呢 在这边呢 你看到其实这些的一些 卖纪念品的商店呢 其实基本上 虽然都还开着 可以发现到 没什么客人啊 也确实啊 这在地店家就告诉我们了 其实今天整个生意来讲 确实是没有到非常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马上为您访问到的呢 是在宜兰郊西这边 在地八年的一个店家 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关于这一次台风 他的一些因应措施 王老板 嗨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一次啊 怎么样观察就是说 像这几天的一个生意状况 最近就是台风有多少影响 那其实今年的夏天 不知道为什么 礁西人很少 很奇怪 对对对 那这个台风 有可能会直扑宜兰吗 那对于这样子 您的一些备货量啊 什么的 是不是有一些因应 如果是上班宣布停班停课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备料 那如果说没有停课的话 就看天气状况 如果说雨没有很大的话 我们还是照常营业 只是说量还是会减少这样子 因为今天的人看起来真的蛮少的 所以今天备货量 我们不敢准备太多 你看我们的货就知道了 不敢准备太多 对但是还是蛮多回流客来买的 对对对 好了解 感谢老板 谢谢 好你可以听到 其实啊 在一些在地的交溪的一些店家 其实呢 就可以感受到了 最近这生意真的是不太好做 也可以再继续透过我们的镜头呢 来看到 其实这一边呢 有非常多的店家是干脆 没有开门 不营业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重点呢 就在于这一次台风 实在是对于整个东台湾 以及北台湾影响的情况呢 算是非常的一个明显 好我们知道呢 这个整个台风啊 有可能是会以中台上线 这样子的一个等级 登陆到我们的宜兰地区 也就是从明天的下半天开始呢 在整个北台湾都会笼罩在暴风圈当中 尤其呢 在我们宜兰地区的观众朋友 更是首当其中要特别的来注意了 好您可以看到 尽管呢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呃这个 已经入夜了 好那么雨势呢 也是一阵一阵 所以现在走在这个街上的一个民众呢 其实都是打着伞的 这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了 整个台风影响台湾的时间点最明显 将会在明天的下半天一路到后天 还是要特别提醒哦 外出记得期待雨具 留意自身安全 以上最新出国 好了我们谢谢小安跟志明 那也提醒两位哦 这个台风天出差 要多多注意自身安全 也期待后续更多精彩的报道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 持续关注到的是 今天东部地区呢 可以说是率先感受到 震风纵雨的威力 不过呢台东附近的民众就会发现 今天天空是上演科幻片吗 因为呢 对流旺盛之下 台东的天空闪电连发 好像雷神索尔即将降落一般 深夜市区静悄悄繁星点点的夜空 突然间云层当中闪烁光芒 此起比落照亮整片天空 这是台东市区一间五星级饭店监视器 记录下的惊人画面 二十三号凌晨一点多 闪电在云海中不断闪爆 伴随雷声喉咙作响 宛如科幻电影般的特效 刺眼强光一下紫色 一下又变白色 这是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产生的自然现象 南横也有罕见奇景 二十二号晚上七点多 一道橘红亮光 往天空喷出一只喇叭涂汗 研究员解释 这是中高层大气放电 产生的巨大喷流 连接地面的部分相当罕见 台东夜晚不平静 民众紧接着防台准备 事工所门前堆积如山的沙包 一下子就被拿光 还有人直接开火车来载 你们要拿沙包回去 家里有会淹水吗还是怎样 就有比较低洼的地方 一人能拿五袋全员出洞搬走好几十袋的沙包 防范未然 另一边台东铁花村的活动开始不到一个月 就遇上台风来搅局 会不会担心被台风吹走 会啊 会哦 你们绑这样子会不会牢固啊 这样已经重要东西都收起来了 市集摊贩拆解支架 出动麻绳固定木箱摊位 像是绑五花肉连续打好几个结 巨大的月亮以及太空人灯饰也纷纷泄气 这么担心台风的破坏威力 却还有人在海滨公园灌浪 风浪越来越大 还需人员前往劝离 民众忙着防台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TB的新闻刘警员蔡幸宇台东采访报导 而台风还没进来 台南却传出了淹水 原来午后热对流旺盛 所以强降雨呢 让台南的永纳夜市出现了周边积水 而是水深一度来到半个轮胎高 目前水退了煤呢 详情交给记者林佑璇 装心下属才针对台南 高雄发布大雷雨特报 没想到在台南的永康 这边又下起了豪大雨 而且呢在永大夜市附近 这边又出现了淹水状况 水呢是一度有半个轮胎高 行经的民众呢 都溅起了大量的水花 而且监视器还可以看到 当时路面整个都被雨水给覆盖了 还有呢 其实因此呢车辆抛锚了 赶紧用脚划呀划的划到路边 而这样的状况呢 在永大夜市已经是第三次淹水了 21号第二次淹水 结果隔几天 现在呢又出现了第三次 摊伤真的是 因为呢现在台风都还没有进来 没想到已经因为大雨的关系三度停业 现在又很担心说接着台风如果要进来的话呢 这水恐怕呢淹水的程度让他们非常的担心 而台风还没来今天基隆却有状况 有一辆客车呢 其实载着孕妇那么行经台62天 62线疑似天雨入华自撞护栏 而这一名大不平平孕妇还受困车内 索性及时被救出 人员平安 而另外一方面呢 基隆也要因应凯米台风来袭 提草来清除水沟 避免积淹水 而大五轮沙滩还有朝近的水域都已经封闭了 快速公路上整辆小货车侧翻 占据车道周遭围了许多救援人员 还有人协助指挥交通 开米台风步步禁闭 越来越靠近台湾各地陆续出现风雨 而三号中午10点半左右 一辆小货车行经台六蛇线 疑似天雨入华至撞护栏翻覆 司机自行爬出 不过副驾驶座是一名孕妇一度受混车内 幸好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下顺利救出意识清楚 而这回开米恐怕狭带强风暴雨 基隆环保局也提前进行勤勾作业 安排四百多名人员待命 清洁队人员穿着背心 手上拿着工具 站在马路旁清除淤泥外 也捞起水沟盖下的石头 落叶就是为了保持水流通畅 避免阻塞造成淹水 不只路上加强防台准备 海岸边也不例外 风浪也逐渐增强大五轮沙滩 以及潮进水域中午十二点过后 封闭管制外木扇也无法下海游泳 另外新北下午开始 风也不小树木被吹得晃动 控制人员也开始进行 疏红道障碍物一致 摊贩也赶紧收拾东西 辛苦还好啊 最怕还是空包站 就是台风警报啊 就这边无风无雨 包含四座抽尾站 三百四十七台机组 都已经完成检查工作 那目前检查的话 一切都正常 随时可以发挥抽牌水的功能 新北相关单位提早检查抽水站 预先排水式情况滚动调整 增加下水道56.4万吨至红空间 提早做好准备 因应来势臭臭的台风 TVB的新闻 刘欣奎施协员和可言 基隆新北采访报道 好 基隆的防台措施呢 就是确保水能够舒缓到对的地方 不要发生激烟水 而今天基隆庙口夜市呢 没有过往的人潮了 很多谈商发现大家都在躲台风 似乎声音有些冷清 想起我们交给现场记者谢佩颖 好 目前记者位置呢 就在基隆庙口这边 其实可以看到呢 现场其实在市区这边 是没有明显的风势和雨势的 所以呢 在现场 其实有不少游客是来这边呢 进行的吃晚餐的这个形式哦 那么不过呢 其实刚刚小吃店老板也说 今天的游客呢 是比平常还要少了一半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老板问一下说 今天的人潮 是不是比平常还要再少了一些 对对 比较少 对对 跟平常比起来呢 大概少一半吧 那今天的被料 被料状况 我们是正常被料啊 因为也不知道台风情况 照理讲这个风雨是不大啦 目前是还没有风雨 但是可能是预期心理啊 新闻有报嘛 说这一次台风好像蛮大的 大概客人就比较不敢出门 今天的摊商有明显有一些都没有开 对对对 有的都休息了 明天可能会休更多 那你们明天会休息吗 我们一般是看那个市政府 如果有公告那个停止上班上课 我们就会休息 没有我们还是会营业 了解 谢谢老板 不客气 好 那么目前呢 因为气象署也表示说呢 虽然在市区这边是没有明显的风雨 但是呢 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到明天 或是后天呢 风雨呢 是会逐渐的强大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边呢 沿海将会有五米的浪高 尤其呢 也会有长浪的发生 所以提醒民众 避免要前往海边来活动了 以上是现场追情 请实验镜头交换棚内 好了 我们谢谢佩颖哦 所以目前看来 金融庙孔呢 似乎受到预期心理的影响 所以其实来的游客 还有来的时刻跟民众呢 都变少了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 提早做好台风准备是好的 而继续我们带观众朋友 持续关注到的是 大家都关注哦 到底八点钟 哪一些县市会宣布放台风架 而刚刚留言区呢 有很多观众朋友留言 告诉我们觉得 台北新北市 桃园跟基隆 以及宜兰几率是比较高的 稍待一会八点钟 有最新消息 我们持续为观众朋友 来滚动式更新报道 不过观众朋友 您知道吗 其实台风假的话呢 它其实呢 不是法定的假日 雇主是可以决定不执行的 因为台风假的法源呢 根据劳基法哦 因为台风假非假期 那么企业其实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要求员工照常上班 但是员工呢 觉得安全上面有疑虑 可以选择使用劳工的退币 全部上班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 上下班的路程呢 如果风墙宇宙 导致有路数倒塌 那么招牌掉下来 路况出问题 受伤摔车 就可以申请职业灾害 但是如果交通物品呢 或者是物品损坏的部分 不在理赔的范围了 而台风假接下来 到底要不要正式进入法制化 进入到更有规范的法律当中呢 其实呢 现在有95.6%的劳工是赞同的 可是企业方面呢 比例似乎不如同劳工这么高 只有63.3%的企业表态是赞成 把台风假纳入法定假日的 其实这也关乎到用人 还有企业的成本 所以劳资双方之间 针对台风假要不要入法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拉扯的 不过台风天呢 过去大家都会依靠外送 我们要提醒您 两大平台业者也宣布 因应台风天来袭 所以凯米台风过境期间呢 外送员是有权来停止服务 平台呢也会是风雨的状况 如果停班课的话 也会暂停平台下单的 午餐时间想定外送得赶快 因为万安演习外送平台 将在演习区域暂停外送 同时凯米台风逐渐靠近台湾 有外送员观察到 单量多了许多 不仅单量增加台风天 如果放台风假 外送服务也有调整 两大外送平台透露 如果当地政府停班停课 那么他们也会暂停外送服务 外送送不了 很多人会选择来到卖场 自己囤货 蔬果肉品鸡蛋面条 通通往购物栏塞 因应凯米台风来袭 超市业者透露 蔬果备货量增加一倍 各地去门市也会是风雨情况 评估营业时间 大概买三天份吧 买三天份原因是什么 可能下大雨 不方便出门 看准台风大量的采购人潮 不仅全联各大通路都全力备占 爱买让饭店 生鲜蔬果备货量增加两倍 同一超商针对冷冻食品 生鲜面食等提高两到三成备货 与据相关商品提高一到两成备货 而加勒服在叶菜类商品的备货量 增加五倍 泡面罐头也多了三到四倍 并且成立防台专区 除了补足粮食也提醒大家 防台准备家里可以备妥手电筒 行动电源充电线 干粮还有矿泉水 万全准备迎接台风 安全也安心 不过台风天多多少少 都会担心风墙宇宙 所以导致生命财产或是其他的损失 如果大家不信真的在天灾当中 碰到财产损失的话 其实可以向财政部主张租税减免的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真的出现灾损的话 特别是先前地震过后 可能有部分的观众朋友已经有经验了 第一个要做的是遇到事情不要慌 手机拿起来先拍照存证 同时准备好相关的证明文件 比方说一些收据或是报收的证明来申报 减免了 像是地价税的部分呢 申请时间是开征前的40天 事发过后的30天之内 如果您是营业用的车辆或是私家车 排照税是发生日的起一个月内要来申请 娱乐税的部分呢 也就是台风像是地震 这个灾害的发生日一个月之内 都可以来申请减免的 但是呢最好是人员财产平安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提醒观众朋友呢 因应台风来临 今天晚上8点钟呢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这个合体码头 会开始进行房序作业 水门要关起来了 你的爱车把握时间已经快接近8点钟了 要赶快去挪车了 否则呢会强制拖掉离开 有多花钱 而同时呢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的脸书下面也出现满满拜托市长 放假的留言 甚至有人直接说 说他是最帅的市长 如果放假的话就更帅了 你在上班时间吗 对啊 就还在上班时间就赶快来你这样 是警察打电话来的 上班时间急急忙忙 快来把爱车开走 眼看中台开米逼近 又适逢天文大潮 双北启动防讯作业 提外水门23号下午4点起 只出不进 晚上8点后开始拖掉 滞留车辆 双北提外停车场台风期间关闭 那么民众到底该把自己的爱车 停在哪里 除了可以上市府的防讯官网 查询洪荒线开放的区域 也可以扫描像是这样的QR Code 为爱车注册防讯通知 市长讲完视察水门 检查开关是否正常 只是他还在上班 脸书已经被市民刷一排敲碗 夸他是最帅市长 如果放台风架会更帅 就等你一声令下 我们都会持续来掌握台风最新的路径 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最原则 以及风势雨势的标准来进行判断 新北野严正以待 碧潭地井大金鱼先消气防台去 也有超商一早先打包 撤离商品和机台 因为凯米台风预估路径 可能是典型西北台登陆机率高 各县市都绷进神经 要把损害降到最低 TVBN新闻林龙是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风景神经防台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是今年第一个凯米台风 有望从宜兰跟花莲的交界处来登陆 而刚刚稍早呢 其实里岛金门跟连将 已经宣布明天要上班课了 而八点钟呢 各县市都会陆陆续续有消息出来 请您持续锁定 而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由于台风的影响呢 在中国大陆 甚至有地铁站水满回换 出现了地铁的楼梯瀑布 而现在呢 巴比伦已经登陆了海南岛 而接下来呢 凯米台风经过台湾之后 恐怕也会侵袭他们的华东地区 列车原地停留两三分钟 想下车的乘客也动弹不得 我是到天同路站的时候 然后门打开了 然后整个车销的人全部都说哇 可能就顶着往下喷嘛 然后就往下流 回到下面流了 今年中国大陆许多省市 跟水很有缘 目前仍暴雨不断的山东省海洋市 这辆乡型车竟然连人带车 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幸好卡在围墙边 没闹出人命 结果大陆各地洪涝还没停 又得面临双台 可能造成的后续灾害 今年第四号台风巴比伦 二十二号凌晨一点半左右 在大陆海南省万宁市沿海登陆 已经在华南地区带来狂风暴雨 不少路数被连根拔起 酿成部分灾情 紧接着第三号台风凯米 预计在登陆台湾后 二十五号夜间到二十六号清晨 将登陆福建沿海一带 大陆气象台警告 强度恐直逼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等级 二十五号台湾岛强风雨天气持续 同时呢 隔美对于浙江福建等地的风雨影响 也是正式展开 多地都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 局地特大暴雨 抢在凯米台风来袭前 浙江宁坡赶紧撤离 榆山岛上七百八十八名游客 大陆国家海洋预报台警告 东海台湾海峡可能出现 九米以上巨浪 已发布海浪和风暴红色预警 从上海浙江到福建沿海 都必须高度戒备 TV北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我们收到来自 宜兰政府的最新消息 因应凯米台风来袭 刚刚宜兰政府已经宣布 明天停班停课了 这是目前我们收到了 本岛第一个宣布停班停课的 县市政府 也就是宜兰的观众朋友 明天在家安心房台 是不用上班上课的 而稍后八点钟呢 各地的地方首长 也会陆陆续续来宣布 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了 而再来关注呢 国际间的消息 不只有自然灾害 也有人为的灾害 微软的全球大当机 导致美国的航班纳乱 可是现在呢 22号呢 达美航空已经取消了700架次 已经过了这么多天 都四天了 美国的航班的资讯系统 还没有修复 依旧是一片混乱 佛州捷克逊维尔机场人潮满满 行李输送带上的行李堆积如山 微软当机四天后 美国各地机场航班还是很混乱 22号达美航空再取消超过700架次航班 上万名旅客行程受影响 亚太安大机场的乘客无奈又气愤 本来规划好的行程 现在全得取消 光是找行李都像是在寻宝 法美航空回应 如果遗失行李 乘客可以提交行李遗失所赔 另外将赔偿饭店餐饮和交通等费用 这次微软搭档机造成 美国超过600架航班延误 超过1700架航班取消 虽然已经道歉 但没有说后续是否会提供赔偿 专家表示Crosstrait的客户合约 可能受法律保护 受影响公司恐怕无法求偿 幸好前往巴黎奥运的美国队选手 上周三就已经出发 我感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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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美航空负责 所有美国奥运选手的交通 这次荡机后的修复 恐怕还要两三天时间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出门旅游呢 碰到这个扫兴室真的是会觉得蛮生气的 而同时我们线上网友呢 刚刚也有人针对这个宜兰线 开出了第一枪明天停班停课 这是我们小编在留言区的提醒 那么很多人就说宜兰终于有人 当第一个放假的线市了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在看呢 是不是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放台风假 接下来呢 宜兰宣布了 那不晓得基隆跟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 这属于一个广泛的生活圈 是否会有联动影响 8点钟 那么也就是在过8分钟之后呢 就有机会陆陆续续来揭晓了 而在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的是一些国际的旅游资讯 日币贬值大家都想去日本 但是呢也连带供需的问题 福岡的住宿也水涨船高 而旅行社认为呢除了去的人多 还有跟日本的缺工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 刚好日元又贬值 当然要来抢便宜咯 不过像是大城市东京啊大阪 您可能都已经玩力了 也因此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来一碗福岡 福岡一早飙高温 各地多云稻勤 海边也涌入不少游客晒日光雨 或小朋友自带泳圈来玩 这里是福岡百道海滨公园 就在市区附近 台积电到雄本设厂后 带动整个九州商机 福岡雄本人气更旺 旅行社就统计 相比疫情前福岡景点销量 成长至少两成 但住宿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疫情以后的一个相比 其实在过去平均的房价 大概是日币是六千到八千 但是在以后也涨了大概两成以上的涨幅 涨价原因 业者说不外乎和缺工有关 例如饭店一百间房 因为来不及整理 现在只能卖七十间 才导致房价上涨 还传出部分旅客要省防费 干脆改租 露营车让 住宿 交通合一 还有日本意后涌入大批观光客 出现观光公害状况 部分城市喊出要实施差别费率 加收外国客旅费 一些地方说想要实施 这种所谓的差异性的门票 或者是房费部分 但是正目前来讲都只是听到 先听到消息 那因为毕竟旅行社所使用的是属于合约价 根据统计 二零二二年外国客在日本平均消费 约新台币4.91万 二零二三年4.45万 二零二四年第一季降到4.37万 日本的游客越来越多 想要双标定价来抑制超线旅游 看来是还有得讨论 以上是钟云伦和张慧先 在日本福刚的报道 观众朋友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 宜兰县政府刚刚宣布 明天停班停课 而这也是被台湾开的第一枪 那么目前全台也只有宜兰正式宣布 明天宜兰的观众朋友 是不用上班上课的 而同样嘉一地区在台风的 陆上台风警报范围之内 阿里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园区 熬谷湿地 还有出口自然教育中心等步道 全数都收缘 暂停开放 那么也会劝导 目前正在阿里山游乐园区的游客 陆陆续续下山来躲台风了 而同时我们带您关注 高雄近期房价涨得惊人 租金也有涨幅 但是在这闹区 新兴区六合路附近 五楼的两房公寓 却要零元出租 但是房东可是有条件的 您要帮他把房间清干净 这里是高雄新兴区六合路附近 因为这里交通便利 所以房租大约都落在一万块以上 不过现在却有房东打出零租金的超特殊房型 就是这个免费的五楼公寓 两房一厅一位浴 总共十八平大小 屋况介绍写下租客要自行清理 如果有人需要空间 也有时间体力整理 欢迎考虑 免租金免押金全都免费 房间和客厅里杂物堆满满 就连天花板和墙面都斑驳不堪 原来租客打扫后 能免费入住的就是这间公寓 民众会担忧是诈骗 不是没有原因 原来这里是高雄热闹地段 不只交通便利 吃的美食也都以应俱全 生活机能非常便利 同样的老公寓两房房心 几乎都快要破万 打出零元租金 难免让人起疑心 如果是两房的话 像是公寓的话 可能落在一万 然后到一万三左右 主要还是要看我们的房型 然后还有屋况上的部分 也都会有差别 房仲也提醒 如果屋内的物品是上一任租客留下来的 恐怕也会有责任归属问题 原本是屋主应该是要负责的 对 其他屋主的话是把这个权力让渡给 我们下一个主客来做处理 可能要先进行催告这样子的话 也会比较好 记者致电租屋网的联系窗口 对方不愿多做回应 原本租屋网内容也被下架 但如果民众对于这类的房型有兴趣 也愿意帮忙打扫 在签订契约时 一定要特别注意 TVBS新闻李战胜 徐一顿高雄报导 而新北市一处公寓突然从天而降 一名男子身上多处的擦措伤 而巨大的声响也吸引民众围观 大家想说这到底是谁 不像是住在附近的邻居 万一他是不是蜘蛛侠而失足坠落了 后来经过警方调查 确认他不是小偷 而是来找女朋友 结果小两口吵架 他要爬窗入内 结果摔下楼 巷子内突然碰的一声 好多民众吓得跑出来围观 大家看着上方议论纷纷 这时就连警方也到场关切 怎知下一秒 一名男子似乎是从遮雨棚上 摔到地面立刻起身 似乎没什么事 后来他看着多名远警离开 就连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幸好他的身上 只有轻微的擦措伤 没有大碍 回到事发现场 他当时就是摔在这处公寓 一楼大门的遮雨棚上 整片被踩破也要欲坠 就怕垮下来砸伤人 住户急着要换心 但这起坠楼意外 邻居们议论纷纷 因为这个人掉下来的是谁 大家都不认识他 由于掉下来的这名男子 附近的邻居都不认识他 因此一开始有人以为 是不是遭小偷了 但后来发现 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地点在新北市板桥 堵行路巷子内 警方也不敢大意 着手展开详细调查 其实这名二三岁的女性男子 他并不是什么爬墙小偷 但他也确实不住在这 原来六号晚间 他是来这里找女性友人 双方一度发生激烈争吵 过程中他莫名从四楼坠落 摔在一楼的遮雨棚 之后又因为遮雨棚破裂 才又摔到地面 那时候突然就蹦一身 然后我们就 我是在二楼就打开窗子看 就有一个人在那边 我们有一次坠汗坠楼 其实有部分的居民 早在几个小时前 就有注意到这名男子 在附近徘徊 当时看起来确实有些可疑 如今确认他不是贼 但也好险人从楼上掉下来 并无神明危险 TVB全国政官 新闻新闻 而今天伊兰地区已经偶有风雨 而刚刚县市委宣布 明天宜兰是停班停客的 不过其实暑假 宜兰有许多景点 都已经及早因应了 因为今次呢 凯米台风带来的雨量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沛 山区呢可能会来到非常非常惊人的降雨 所以今天包括了同万节 开放到晚上才结束 还是有不少游客逗留 但气象鼠还是提醒大家 要注意防台 现在关心中台凯米目前的状况 现在这个位置呢 是在伊兰的同万节园区当中 可以感觉到 其实风雨是有比较明显的 雨势是一阵一阵的下来 因此呢 是在园区的部分 从下午就已经陆续 做了一些防台措施 那到底有哪一些 我们来问看看 我们同万节应订 开放的来临 所以我们在下午的时候 对于同万节园区的一个合育的活动 包含龙舟蜻蜓还有独木舟的部分 我们就暂停设施 那所有的设施 我们都移进我们园区里面的港口 那同时因为我们考量 目前正值大潮的状况 还有山区降雨量应该颇多 所以我们在六点的时候 也起闭了水闸门的部分 让将它关闭 那避免海水上涨 然后还有河流的一个高涨之后 进入园区影响到我们园区的水值 那同时间我们针对相关 比较受淫封面 比较大的旗帜 还有包含帆布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陆续做一个撤除 那包含散的部分 我们也一并做一个卸除 那希望在今晚上 我们就可以做相关的一个防台措施 以利益接抵抗我们的台风的来临 其实同万节的园区 今天会营业到晚上八点多 到游客全部离开之后 就会加快速度 把所有的外头的一些 有可能会影响的游乐器材 或者是说像椅子 棋子等等的会收起来 那不过在24号以及25号 同万节是休元的状态 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那根据气象鼠的预估 在宜兰的部分 从晚上八点到明天八点 那个雨势会是最明显的 尤其山区宜兰的部分 有可能会达到400或是到了600毫米 因此山区目前也在陆续的有人来撤离 因此如果民众有安排宜兰的旅行 或是宜兰的行程的话 请提早另外再规划 以避免会受到影响 台湾台风来袭 相信观众朋友非常关心 接下来哪些县市会停班停课 来因应台风防台 而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是宜兰县政府刚刚开全台第一枪 确定呢明天是停班停课的 而我们刚刚也收到 来自南投县政府的最新通报 他们说7月24号是照常上班上课的 那么我们刚刚收到台北市政府的最新讯息 刚刚留言区的朋友 你们的许愿台北市政府听到了 他们依据中央气象鼠最新的天气预报资料 经北北基讨的共识 宣布呢明天的机关学校停止上班上课 那么呢刚刚我们收到桃源的最新消息 也是停止上班上课 那么新北市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 就在刚刚8点钟 看来呢其实北北基桃呢 这四个地区的地方首长是相当有共识的 确定明天呢确定停止上班上课了 所以观众朋友不晓得您各地 是否最新的风雨情况或讯息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跟着我们一同关心凯米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我们再为观众朋友来会诊一次 我们目前收到的是 宇兰确定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 还有北北基桃 台北市 新北市 桃源市 还有基隆市 都是确定停止上班上课的 但是唯一确定要上班上课的 就是南投的观众朋友了 刚刚中部地区已经有特别提醒 不过接下来呢可能中部地区要严防的 就是台风尾带来的西南风符合的雨势 所以礼拜四 礼拜五或许还是有这个防灾的需求 有机会来放台风价 这是我们为各位观众朋友会诊到的最新讯息 但同时呢 其实今天凯米台风还在变大变胖 水气不容小觑 而且风力今天在基隆 已经观测到13级的程度 这回台风袭击北台湾很有可能会带来台北12级的强震风 而在过去也有类似的状况 2015年苏迪勒台风就造成了台北出现13级的强震风 威力不容小觑 2015年苏迪勒台风几乎全台狂风暴雨 台北台中宜兰风力达到十几以上 民众站在台北市街头 直接撑不了伞 连站都站不稳 威力相当惊人 101阻尼器剧烈摇晃 当时摆幅达正负100公分 创下历史记录 长风造成冷气机摇摇欲坠 周宇鹏也损坏 白货公司大停电 黑漆漆一片 民众被迫摸黑逛街 连扳机也大受影响 而乌来重灾区 满地落石 道路中断 铁轨下方的路基也流失 看那个路都奔山了 全部都奔掉 通通被土石掩埋 走到马路上 露树连根拔起 直接倒在路中 环保局全员出洞 清理残枝落叶 尤其新北市迎来 有史以来最惨 有八百三十三件 露树倒塌 这个雨势是越来越大 而且风力也是越来越大 主要这是为凯米台风持续逼近 而且这次北台湾首当其冲 这回中度台风 凯米中央气象局预估 新北基隆最大阵风达十三级 台北市十二级 桃园高雄十一级 台中十级 台南则是九级 尤其台风持续北上 吸收能量还是有机会增强 但已经算是强度非常强的台风 带来的水气不容小觑 几年前的台风有了经验 民众只能赶紧做好防台准备 避免损失扩大 TBS新闻 综合报道 好 观众朋友 大家都关注明天是否要上班上课 看得出来呢 八点钟 似乎北部地区 由于是这一次凯米台风 首当其重 特别是可能会经由宜兰跟花莲 直接横且北部过去 所以刚刚稍早八点钟呢 北部地区像是台北市 新北市还有桃园市以及基隆市宜兰县 都是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苗栗刚刚也宣布 他们也是停止上班上课 目前新竹我们还没收到最新的讯息 而中部地区的话 目前只有南投县确定要上班上课 但是中张头地区呢 目前只有南投确定上班上课 而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都纷纷在我们留言区留言 大家说看来台中 这个台南是要上课吗 那么这个南投以南是不是GG了 明天可能要比较辛苦一点 冒着一些风雨来上课 那我们刚刚收到了 这个高雄市政府最新的市政简讯 他们观测到 周三也就是明天高雄的风力预测 会来到八到九级的阵风 那么雨量也达到停班课的水准了 为了维护市民朋友的安全 刚刚高雄市政府已经确定明天停止上班上课 所以南台湾的部分呢 目前高雄市确定停班停课的 因为现在进来的讯息呢 十分的分杂 所以我们再为观众朋友整理一次 我们收到最新讯息 南部地区是高雄市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而中部地区呢 台中彰化还未宣布 南投是确定明天要上班上课的 而北部地区的部分呢 是宜兰确定停班停课 台北市新北市停班停课 基隆市停班停课 桃园市也停班停课 而苗栗也确定停班停课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讯息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网友都在喊呢 这个卢秀燕燕子能不能给力给力 不晓得说临近地区像是台中还有新竹 后续是否有更权威的宣布市府的讯息 我们将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滚动的整理掌握了 而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凯米的最新动态 还有可能带来的影响 我们倾向主播宣童已经来到棚内了 宣童晚安 新话晚安大家晚安 好宣童我们现在留言区疯狂的刷一排 大部分呢都是中部地区台中的朋友 高雄的朋友 还有这个台南跟屏东的朋友 大家都说到底南部会不会受到风雨的影响 会来到这个台风架的等级吗 不晓得宣童你现在手上掌握的资料预测是如何 好我们就带大家一个一个来看 目前中部以北不少的县市都放了台风架 但是中南部呢现在是没有 那么我们来看中南部地区的风雨什么时候会到 首先一开始我们还是从警报单上先来看 因为目前海上台风警报 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了 目前除了在台湾的东半部地区的海面上面 包含巴士海峡的东部 以及台湾海峡的北部 都是警戒范围之外呢 还有包含陆地像是整个东半部地区的沿海 以及高雄以北的县市都需要注意 但是这个警报发布了之后 不代表说台风已经到了 因为它毕竟要做一个预警 所以在今天甚至在明天的上半天 可能中南部地区民众 都还可以再做这个防台的措施的准备 因为中南部可能降雨的时间点 风来的时间点 会比中部以北来的再更晚一点点 我们来看到目前呢 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大概是落在220公里左右 而预计呢当它往台湾的地方来靠近的时候 暴风半径还会再增大 目前不排除可能最近可能会来到250公里 这么的大 而另外在强度的部分呢 它的风速是来到了每秒43公尺 而预计当它靠近到台湾的时候 登陆之前强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因为这边的海水温度啊 非常有利于它的发展 有机会来到每秒45公尺 甚至逼近于中台的上限 但是要达到强台呢 几率当然是来的比较低一点点的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它如果通过台湾的话 最有可能会在哪个地方来做登陆 目前看起来是宜兰和花莲一带 来做登陆的几率是最高 所以在今天上半天的时候 其实东半部地区雨时就逐渐的显现出来 包含北部地区 虽然在下午的时候下一段 现在没有下雨了 但是呢要注意的是 从明天开始 风雨也会逐渐的增强 我们带大家一天一天来看 在明天周三大概在凌晨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这暴风圈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 所以当它触碰到台湾的陆地的时候呢 在东半部地区的风雨是最为剧烈的 而这个时候 其实东半部地区还有之外呢 包含了大台北的东侧 以及基隆等地也是需要留意 而再来看到的是 在明天周三的深夜11点 它的暴风圈的中心就会登陆到宜兰花莲一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有一些西北风已经从这被风测的地方来灌进来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 雨时也会逐渐的增大 所以目前来看呢 中南部地区可能一开始上半天 风雨还没有显现的特别的多 但是呢到下半天的时候 雨时风势就会逐渐的增强 但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在台风的部分呢 目前已经预估在礼拜四之后 可能中南部地区引进来的西南风会更加的旺盛 到时候这雨是有可能会来到超大豪雨的等级 所以今天明天 中南部地区没有放到台风价 但是相比之下 在礼拜四之后 这个几率可能会比北部地区来得再更高 新华 好所以刚刚宣统我特别提到 其实呢明天风雨比较显著的 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地区 那么还有宜兰地区 但是呢大家不要轻货这凯米台风 可是吸饱了水气直扑台湾而来 所以礼拜四呢 还有这个台风尾引入西南七流的效应 可能在中南部地区会明显感受到这种 致灾性的雨势 那么宣统呢 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网友都说 像Alex说还是TVBS最准啦 给宣统一个赞 谢谢 好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人都说台中到底会不会放假呢 很多人不断在祈祷 可是观众朋友很可惜的是 我们目前呢 还没有收到来自台中市政府的最新讯息哦 那么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可以掌握到 像刚刚宣统说首当其中 像是宜兰双北市基隆 还有这个桃园都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了 那么还有中部地区南投很可惜 明天是要继续上班上课 苗栗也是停班停课 那么南部地区呢是高雄停班停课 可是我们就要继续请教宣统了 原本预期呢这个凯米台风好像它会是一个西北台 而且大家一听到西北台呢 就会文台色变 但据说现在这个路径已经修正了 不是典型的西北台了对吗 好确实哦 这个典型的西北台跟广义的西北台呢 是有一个区分的 如果是典型的西北台的话 它的路径呢 必须要在台湾基隆到彭加宇 就四五十公里中间的海域呢 来通过中心通过 它没有受到任何地形上的破坏 而这一种台风威力非常非常的强 像当初2004年的爱立台风呢 当时就是从中心通过 所以呢为整个大台北地区带来了很强的风雨 另外像是新北三重也有大淹水的状况 而这一次呢 这个台风目前有极高的几率 是朝台湾的东北部的陆地来做登陆 而如果进入到陆地之后 它的结构就会被山所破坏掉 所以北部地区的风险 会比典型的西北台来的略降一点 但是这个略降呢不代表说这个风雨不大 而是呢也有可能来到豪雨到大豪雨以上的等级 所以现在可能第一方首长也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所以有放明天的台风架 那么我们也要关心的是哦 这个典型的西北台还是这广义的西北台呢 其实更大家关心的是这引进来的西北风 因为在过了山之后吹进来的西北风 确实会把这旺盛的西南风 尤其这台风呢巴比伦虽然已经逐渐的在消散 但是输送过来的水汽呢会持续的灌入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台湾的河流都是东西走向的 很容易呢会导致这个河水呢 没有办法排解到海中 所以就会出现海水倒灌的状况 尤其礼拜三之前又是天文大潮 所以基因水低洼处要特别留意 新华 好了我们谢谢玄头 而同时呢我们刚刚都在关注到 可能礼拜四礼拜五在中南部地区 要严防这种豪雨 但是接下来呢 刚刚我们线上的网友伟豪特别提问呢 花莲也是东部嘛 也蛮靠近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的 不晓得明天的风势雨势又是会如何下呢 特别是震灾过后地质很脆弱 是不是要小心谨慎防灾呢宣童 好确实目前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发布了之后呢 气象署其实也有公布他们的风雨预测图 而以目前来看呢 其实哪个地方的风雨与总体雨量来说会最多 是中南部的山区 可能在这四天会来到1300到1800毫米 但是是四天不代表说全部都集中在明天会发生 有可能比较大的几率是礼拜四之后 一直延续到礼拜五礼拜六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的降雨趋势图 大致上来说礼拜三礼拜四都是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间 尤其在礼拜三的深夜到礼拜四的凌晨呢 是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感受最为明显的 而在深夜的时候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增大 刚刚说花莲的风雨到底强不强 其实要看呢在礼拜三的时候是强的 因为当它的中心登陆的时候呢 当然靠近它中心位置的地区 包含像是在宜兰还有花莲都有可能会来到较大雨势 我们看到这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区域呢 都是有可能日累积雨量来到300毫米 而看到在桃红色的这个区域呢 则是介于大概200到300毫米之间 但也不容轻忽了 而在这个是一整天的累积雨量 所以还是有分上半天的雨还有下半天的雨 而明天呢北部地区呢 雨可能从早上的时候就会开始下 晚上的时候雨势会加剧 到深夜的时候会最为的猛烈 而在南部地区呢可能要等到中午下半天的时候呢 雨势才会逐渐的增强 而南部地区刚刚也说了 引进来的西南风呢 在台风逐渐的出海的时候 吹向西北风还有西南风中间的浮河带 所以这时候礼拜四的时候呢 风雨在中南部才会更为显著出现 不排除礼拜四礼拜五甚至到礼拜六 这样子雨都会来到 而目前看中南部的累积雨量 不排除有可能会来到1800毫米 甚至以上突破到2000毫米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目前雨气象鼠它的预测 是只有估到礼拜六嘛 但是礼拜日降雨的几率还是很高 西南风夹带的水汽也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虽然在中南部地区 现在放台风价没有 但是呢到礼拜四之后 要特别的留意 尤其这风势还有雨势 是逐渐的增大的 在礼拜三的深夜之后呢 所以不容情乎 新华 好了我们谢谢宣彤哦 刚刚特别提到 明天呢虽然中部地区 现在看起来似乎没有达到 所谓台风价的一些阵风 还有雨量累积的标准哦 确实刚刚宣彤的预测没错 因为刚刚稍早呢 中部地区包含 云林宣布7月24号 是照常上班上课 他们也同时提醒当地的朋友 要注意防台的措施 还有另外一方面 彰化也宣布24号 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而至于台中呢 目前我们还没获得最新消息 所以可能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出门的时候要多多留意小心 那么礼拜四礼拜五 可能也会有好大雨的发生 那一样 我们谢谢宣彤 这节为我们带来最专业 最精确的气象分析 谢谢新华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谢谢大家